怒捡妻子八件貂皮衣,鹅仔坚老闆判赔102万。 创立超过30年台北市宁夏夜市的人气名店,赖季鸡蛋鹅仔坚老闆赖炳权,竟被老板娘吴丽云告上法院。 她不满前年住院时,妻子没在身边照顾她。 出院回家后,拿剪刀剪烂妻子珍藏的八件名贵貂皮大衣。 还有58件名牌衣服和一双Fergamo鞋子,并扭断一副宝格丽精品眼镜。 妻子返家看到衣物全被剪烂,气得告丈夫毁损。 法官昨天考量折旧,判老板得赔偿约102万元。 刑事部分,市林地院去年5月依毁损罪,判处老板拘役40天,可一颗罚金4万元。 据了解,老板应有小三,住院时妻子才不愿去照顾。 案发后,两人目前已分居,对此事不愿再提。 董新闻,台北报道。